听别人的故事,悟自己的人生,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北漂五年后,经同乡介绍,认识了改变我一生的女人,我成了妇婆母女的私宠,夜夜狂欢,在她的四合院,混得风生水起。 北漂五年后,经同乡介绍,我到了一家澡堂工作,那是一家专门为一些妇婆服务的女澡堂,搓澡工都是我们这些身强体壮的青年男性,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几乎改变我一生的女人。 再次遇到丽姐的时候,已经是我北漂的第十个年头了,也是我和丽姐分开的第二个年头,两年不见她还是那般妖娆, 虽说已是四十多岁的年龄,但只是看了一眼,依然是十分地动人。 我不知道是巧合,还是她刻意来找的我,就那么平静地坐在我对面的位置,但笑着看着我,两年不见,还是那么帅。 丽姐,你不一样,没什么变化。 我笑着说,脑海中却不由地闪过初见丽姐时的情景。 那是05年的时候,我到首都的第五个年头。 前五年,我和大部分带着雄心壮志北漂的人一样,在处处都是机会,却又处处都是困难的首都举步维艰。 睡过半年的桥洞,住过只能放得下一张小床,门窗都关不紧,没有厕所的平房。 最好的时候,也不过是出租屋里多了一个可以勉强站着洗澡的地方。 那五年,我一直都在想,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,也想过回老家,结束那该死的北漂生活。 但自尊心让我始终放不下那个面子,一直到第五个年头,我几乎已经任命的时候,经同乡人介绍,我到了一家澡堂工作。 暂且将这家澡堂称为天国吧,因为这是我改变这一生,让我在如今还能坐在这里喝着一杯近百元咖啡的起点。 出到天国的时候,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澡堂,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搓澡工,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,已经算是一份较好的工作。 特别是老乡告诉我,在这里能够遇到不少首都的有钱人家,处处都是机会,是真正的机会。 那会儿我还不太明白,一直到上班的第一天,我和几名同事就像小姐一样,被安排着光着膀子,站成一排供几名从穿着就能看得出来是傅家太太的人挑选时,我才明白我那同乡的意思。 也是那天,丽姐选中了我。 说实话,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在首都漂泊了五年,但并没有怎么接触过女人。 我和丽姐单独到了一间房间的时候,我还有些扭捏,在看到丽姐当着我的面,毫不犹豫地将身上的衣服吞去,只留下内搭的时候,我更是不敢去多看。 丽姐当时就笑了,她笑呵呵地让我睁开眼睛看她,然后问我干这行多久了。 我说刚开始,她说,原来是个厨啊。 然后笑得更开心了,就连胸前的那一抹春色也跟着不断地晃动了起来,让那时还血气方刚的我都忍不住咽了口口水,一直到丽姐下了池子,身子被水淹没,我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才渐渐消失。 下了水后,丽姐便喊我去给她搓澡。 她的皮肤很滑嫩,明显保养得很好,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已经四十左右的女人,我只是触碰到她的肌肤,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太舒服,搓着搓着就下意识地不老实了起来。 丽姐却一点也不在意,就那么靠在池子旁,仰着头看着我,笑呵呵地说,是不是很久没碰过女人了? 我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,但自尊心还是让我摇头说,前几天刚碰了个。 说完我鬼使神差的,又补充了一句,就是皮肤美你好。 听到我这句话,丽姐白了我一眼,然后翻了个身,让我解开她的内衣。 丽姐的皮肤是真的很白嫩,笔直二八年华的小姑娘都不慌多让,哪怕是在后面的几年里,我身边的女人已经不知反击,也少有比得上丽姐的。 帮丽姐解掉内衣的时候,我整个人几乎都看直了,对于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和女人亲密接触过的我来说,这无疑是致命的。 我当时并不知道丽姐为什么会这么大方,就那么盯着她看,她也不拒绝我,甚至直接从池子里站起来,和我面对面,一点也不在意地将她的身体暴露在我的面前。 在我都有些不好意思的时候,她才笑呵呵地说,不是说刚碰过女人,怎么还这么扭扭捏捏的? 我有些尴尬,想要解释,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,只好连忙将头扭到一边去,但也是在那时候,丽姐突然拉住我的手,然后一把将我拉到了水池子里。 接下来的那一整个下午,我和丽姐就那么在池子里,按摩床上,池子边缘,甚至是窗边,每一个能够看到的角落,都亲密无间地交流了一次。 也是那一次,我在北漂五年后,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做了一回男人。 我不知道丽姐是什么时候走的。 我醒来的时候,身边只剩下了一叠现金,两千块钱。 在那时候,这两千块钱对于我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,足够我两个月甚至更久地伙食开销了。 但拿着那钱的时候,我却莫名地有些失落,以至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我都没有什么心思工作。 老板问我情况,那时候我并没有想那么多,就随意地将这事说了出来。 当时老板就笑了,他说,你还是太年轻了。 来到这里的,哪一个不是富家太太? 你们对于他们来说,就是姐妹用的。 那两千块钱,就是她给你的小费,过后她还能不能记得你,都不一定了。 也是那时候,我明白了过来,我这是被当鸭子一样调了。 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,但愤怒之后,却又生出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,因为我总觉得丽姐和我后面接触到的那些富家太太都不一样。 她美丽,大方。 哪怕只是一天的相处,也时刻印在我的脑子里,让我每每在夜里都不由自主地会想起那一天的一切。 但我也清楚,像我这样的人,就跟我老板说的一样,不过是人家姐妹的工具,顶多算是露水情缘罢了。 然而,在我在澡堂工作的第二个月,历姐又来了。 这一次,历姐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,又有了一些不同。 看起来憔悴了一些,皮肤虽说还是很好,但却多了一些她竭力想要掩盖,却依然能够看到的伤痕。 只是因为老板跟我说过的话,看到她的时候,我并没有太热情,而她也毫不意外地又点了我。 共处一室的时候,她一如第一次还是那么大方,只不过走进水池的时候,没有再主动让我去解开她的内衣,而是靠在池子边让我给她按摩。 在一次近距离和她接触的时候,我也终于看清了她身上的伤痕。 各种各样的都有,而最为显眼的是肩膀上一排被咽嘴烫伤的痕迹,那些痕迹看起来十分猙獰,而且明显是心印上去的。 我忍不住问,历姐,你老公打的? 历姐却没有回答我,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肩膀,让我给她按。 我碰到她伤口的时候,她发出了一声低吟,然后我就感觉到她似乎哭了,身体微微颤动着,低着头一言不发。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,或者就是作为男人本身就见不得女人哭,我直接将她的身子翻了过来,但当我想要问她到底是不是她老公打的时候, 我却突然想起来,我不过是一个搓澡工,就算跟她有过一天的疯狂,那也不过是她用来解闷的工具。 我冷静了下来,说了声抱歉,然后便不敢再去看她。 但这一次,历姐却主动开口了,她看着我说,要不要跟姐走?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我呆了一下,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笑着说, 姐,你就别开玩笑了,我就是个搓澡工。 在你们眼里说白了,就是个花了钱,什么服务都能做的鸭子。 我跟你走,又能去哪儿?我离婚了,你跟我回去,我养你。 历姐声音依然平静,就好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 说完后,她又继续道,跟我回去,我一个月给你两万,不比你在这里好。 而且,我不会干涉你的自由。 我需要你的时候,你再就行。 另外,我还有一个干女儿。 我当时并不知道历姐说这个干女儿是什么意思,一直到我辞了职,跟着历姐来到了她的四合院,我才渐渐明白了过来。 历姐住在首都的二环,有个数百平的四合院,在我的认知里能够在首都有自己房子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 在二环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,我更是想都不敢想,更别说这种动辄数千万上亿的四合院了。 也是那天,我见到了历姐的干女儿,她前夫的亲女儿,林婷婷。 开始的时候,我还有些捋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毕竟林婷婷是历姐前夫的亲女儿,但跟历姐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。 在历姐离婚后,林婷婷应该跟着她亲生父亲离开才是,但林婷婷偏偏留在了这里。 一直到晚上,历姐当着我的面和林婷婷互相搂着对方的腰回了房间,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,我才渐渐明白了过来。 不过那个时候,我也没想太多。 对于历姐的感情,我也说不清楚,之所以答应,完全就是因为历姐说的两万块钱,两万块钱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。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历姐和林婷婷回到房间不到半个小时,林婷婷突然从房间走了出来。 她那时候几乎是光着的,就那么看着我,朝我勾了勾手说,历姐说你本事不小。 来一起试试。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搞得有些猛,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她,一直到也许是把她看得都有些不自在了。 她才翻了翻白眼说,行不行啊,大男人这么扭扭捏捏的,怕我们吃了你不成。 听到这话,我下意识到,谁怕谁呀? 说着,我就跟着走了过去。 她这才笑了起来,大大方方地让开了道,扭动着腰肢回到了房间,看着她的身体,我顿时就口干舌燥起来。 然而进了房间后,我却是又呆住了。 从认识历姐第一天,就跟历姐有了亲密接触。 我就知道历姐是个大方的女人,却没有想到,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玩得却更是刺激。 一眼看去,床上,地上,甚至桌上都是各种各样的情绪用品,有一些我甚至见都没见过,就看一眼,都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 而当时历姐就躺在床上,身上潮红,不着一缕的同时见我进来,还朝我勾了勾手,声音带着几分慵懒说, 好弟弟,来,我可以肯定,换作任何一个男人,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难以克制。 特别是在历姐说完这句话后,林婷婷便也跟着躺在了历姐的身边,直接趴在床上,做出了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。 哪怕我再能克制,终究也还是控制不住身体,快步走了过去。 不仅如此,他们两个比我想象的还要配合,在我来到床前的时候,他们便开始配合着对我动手,本该主动的我,反而,一下子陷入了被动,在他们两个的压制下,一下子就沦陷在了这个温柔箱里面。 我忘了这一天,我们三个人玩了多久,我只记得我醒来的时候,似乎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,我甚至都感觉整个人疲惫不堪,双腿都有些发软。 相反,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,他们两个女人正穿着单薄的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,一副酒汉冯甘霖,容光焕发的样子。 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知道,历姐让我来到这里,所谓的养我,其实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思,而我来到这里,也并不是做梦。 见我走了出来,历姐在第一时间起身,走到厨房,给我端了碗汤出来,林婷婷健壮,一脸醋意道,以前都没见你对我这么贴心过。 果然女人哪,有了新欢就不一样了。 面对林婷婷的调侃,历姐美好气道,折腾了人家一整天,你不对人家好点,万一把人吓跑了怎么办? 吓跑了就再找一个呗。 林婷婷不以为意道,历姐无奈道,我可不是那样随便的人。 除了你爸,这还只是第二个呢。 听到这话,我愣了一下,但很快又笑了笑,历姐这话我并不信,不过我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,结果历姐给我的汤后,说了声谢谢,便自顾自地喝了起来。 这时候,林婷婷突然又看着我问,你没女朋友吗? 怎么就被拐来了? 我想了一下说,缺钱。 我这是实话,接受历姐的提议,来到这首都二环的四合院,确实是因为历姐给我开的两万高工资。 不过在来到这里的那一刻,我的脑子里便多了一个念头,就算不给钱,也许我也会接受,毕竟无论是历姐的风情万种,还是林婷婷的妩媚动人,若是放在平时,我这么一个在首都艰难生存的人只能仰望。 见我这么直接,林婷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胸前的傲然跟着花枝乱颤,本就单薄的睡衣几乎都要挡不住。 要不是一夜地折腾,让我实在没了力气,这会儿都会有些受不了。 历姐这时候又道,好了,以后咱们就算是一家人了。 你就在这里好好住下,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就行,平时没事我们也不会干涉你的自由,你想去哪都可以,晚上记得回来就行。 对,晚上记得回来。 林婷婷硬喝道。 历姐无奈地看了林婷婷一眼。 然后说,一会儿你们两个出去一趟,让婷婷给你买身衣服,以后没事也好跟我们出去逛逛街。 啊? 林婷婷哭丧着脸不乐意道,为什么要人家去啊? 人家被折腾了一晚上,也很累了。 在床上的时候,历姐对林婷婷十分宠爱,但这会儿却没有理会林婷婷的撒娇,认真道,我要去一趟律所。 你就辛苦一趟,晚上好好补偿你。 林婷婷这才不太情愿地点头,那说好了,晚上她得多跟我玩。 我站在一旁听着两人的话,有些尴尬,说实话,这种被当成玩具一样争抢的感觉,作为一个男人,潜意识里还是有些不太舒服的。 但我心里也明白,这种事情一般人还遇不到,如果我没有去澡堂当搓澡工,同样也遇不到,所以虽然心里不舒服,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。 至少在这里,我一个月可以赚到平日里几个月才能赚到的钱,并且还不用有什么花销,住的还是首都名贵的四合院,还有两个女人晚上可以同床共枕。 尽管有些累,然而我原本以为接下来,我便会这么享受下去,不曾想,单独和林婷婷出去的这一趟,却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。 也是这一趟,让我彻彻底底地有了在首都站稳脚跟的资本。 和林婷婷离开四合院的时候,已经是下午了,休息了一早上,我的双腿还是有些发软,去商场的时候是林婷婷开的车,是一辆我原本一辈子累死累活,估计都买不起的保时捷跑车。 坐在车上的时候,林婷婷没了在四合院里的妩媚,反而多了几分冰冷,特别是她换上了一身红色紧身长裙,使得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了极大的变化。 如果不是知道她在家里,在床上的样子,我很难相信她私底下是那么一个人。 车行驶了一会儿,林婷婷主动开口说,你觉得丽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有些不太理解,然后笑着说,挺好的呀。 大方,身材也好,性格也好。 然而林婷婷却是笑着摇了摇头,看来你还没见过真正的她。 你知道,我爸为什么和她离婚吗? 我摇头道,丽姐没跟我说过。 林婷婷双眼微微眯起道,那你知道,我为什么会跟在她身边吗? 我还是摇了摇头,但在心里却想着,你和丽姐那层关系那么特殊,肯定不一样。 然而林婷婷却突然停下了车看向我说,如果我让你帮我对付丽姐,你会答应吗? 当时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,下意识就说,怎么对付,在床上对付吗? 林婷婷摇头认真的说,跟那件事情没有关系。 在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,林婷婷说的对付,是真的对付。 果然,在我疑惑的时候,林婷婷便跟我解释了起来,原来她现在之所以和丽姐有着那么一层深层次的关系,并不是因为她本身就是那样的人,而是因为丽姐和她爸的原因。 丽姐原本是她爸的小三,她爸在认识丽姐后便和她妈离婚了,那时候她还小,只有十岁,便一直都被丽姐带着,但她心里却一直都没有,丽姐这个人有野心,她爸不过是丽姐的脚踏实。 只是用林婷婷地说,她爸被丽姐迷了心窍,且一迷就是十年,一直到前段时间,她爸在丽姐安排的酒会上认识了一个美国姑娘,她爸才选择和丽姐离婚,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丽姐得到了她爸一大半的财产。 而她,也留在了丽姐的身边,听到林婷婷说这些的时候,我便明白了,丽姐也许跟我是一类人,曾经在首都摸爬滚打,后面好不容易遇到了林婷婷她爸,而林婷婷同样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,为了找到报复丽姐的机会,竟然不惜和丽姐有了那层关系。 但这些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听我林婷婷说的后,我当时就拒绝道,我佩服你,也同情你,但我只是一个在首都飘了几年,好不容易遇到了丽姐,改变了我的现状。丽姐算是对我有之欲之恩,我又怎么可能背叛她? 林婷婷听我这么说,当即就笑了,她看着我说,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,不就是为了钱?你只要帮我,我可以答应你,事成之后,给你一半的钱。 那一半,足够你后半辈子吃喝不愁,而且我也可以成为你真正的女人。 说完后,林婷婷直接朝我凑了过来,在我还没有准备的情况下,温热已经贴在了我的唇上,同时,她的双腿已经坐在了我的身上。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,你是第一个,所以只有你可以帮我。 答应我可以吗? 林婷婷的声音夹杂着些许喘息声,哪怕我竭力克制,在她进一步动作的时候,我还是彻底沦陷了。 完事之后,我想了很久,最终还是答应了她。 我知道那是对丽姐的背叛,但在那时候对我来说,钱,女人诱惑力真的很大,特别是林婷婷这样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女人,并且还有我不敢想象的财富,这些都足以让我妥协。 在我同意后,林婷婷心情也变得更好了。 那一天,她带着我买了很多东西,衣服,鞋,表,任何我曾经想都不敢想象的奢侈品,都被她递到了我的手中。 而按照她说的,我只需要帮她拖住丽姐,并且得到丽姐一开始接近她爸的证据。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,她只说丽姐平时喜欢将一些重要的事情里面记录在一张U盘里面,只要我拿到那张U盘,我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。 也是那一天,晚上在丽姐和林婷婷共同的温柔乡里,一番番云复雨后,我第一次失眠了。 第二天,在丽姐和林婷婷还没有醒来的时候,我先一步离开了房间,在客厅坐了好一会儿,林婷婷才打着哈欠从房间里出来。 在看到我后,她便精神了过来,给我使了个眼色后,便换了身衣服,离开了四合院。 丽姐醒来后,直到林婷婷出去后,并没有意外,只是像个小女人一样,来到沙发上,靠在我的身上,慵懒地看着电视。 我当时心思并不在她的身上,她似乎也看出了我有心事,看了一会儿后,像是觉得没意思,便抬头看我。 好弟弟,你是不是嫌弃姐姐了?我连忙说,哪能啊,就是有些累了。 丽姐这才心疼地看了我一眼,说,这两天确实是把你折腾坏了。 不过你也知道,女人三十如狼,姐姐这些年其实也没有好好享受过,如今也四十了,更是有那方面的需要。 不过,姐姐已经托人从国外买了些虎鞭,到时候你可以好好补补。 听到这话的时候,我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,但还是笑着硬喝道,你就不怕最后受不了的是你们呢。 丽姐笑呵呵道,哪有根坏地呢? 我也跟着笑了一起来,好一会儿我才有意无意地说,我看咱们这四合院也挺大的,以前就你和婷婷住,就没放个保险箱什么的。 保险箱? 丽姐差一道,要那东西做什么?这不是没见过吗?我尴尬地解释道,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,有钱人家都会有个保险箱,就想看看咱们家有没有长长见识。 这个理由很别角,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信,但偏偏丽姐信了。 不过她却是摇头道,我们家没那东西,重要的也都放银行保险柜了。 你要是有兴趣,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 可以啊。 我连忙点头,那丽姐你一定是银行的大客户吧。 丽姐眼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复杂,然后笑呵呵说,哪里算得上什么大客户? 至少,我是比不了的。 我说,听到我这话,丽姐突然看着我,眼里多了几分我看不懂的情绪。 好弟弟,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? 我摇了摇头。 说实话这一点,哪怕是现在我都没想明白,更别说那时候了。 见我摇头,丽姐收回目光,眼中带着几分追忆说,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。 二十年前,我刚来首都的时候,跟你年纪差不多,可能比你还小点。 那时候,我就只有一个念头,那就是我一定要在这里混出个人样来。 然后,我就拼命地想办法,拼命地想往上爬。 一直用了十年,我才勉强做到。 丽姐越说越激动,更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? 所有人都不理解我,都说我是不要脸的小三,说我是靠男人上位。 但他们不明白,像我这种从小地方来的女人,想要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,除了靠自身的条件,还能靠什么呢? 一没文凭,二没背景。 还能靠什么? 听着丽姐说的这些话,我心里感同身受,也不由地开始后悔,答应林婷婷的要求。 那时候,我突然感觉内心十分地煎熬。 可当我想要向丽姐坦白的时候,丽姐却突然认真的看着我说, 弟弟,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? 除了你和我很像外,还有你的果断。 在我说出要养你的时候,你可以果断地做出选择。 这就说明了,你和我是一类人。 听解的,如果有机会,你一定要把握住,明白吗? 我当时听到这话,就那么愣愣地看着丽姐,好一会儿才勉强地点了点头。 我会的,也就是这一次对话,让我和丽姐彻底分道扬镳。 我仍然记得那一天,我将东西给林婷婷的时候,丽姐看着我笑了,她笑得很淡然, 但那淡然中却明显带着失望和酸楚。 以至于我都不敢看她离开的背影,一直到她彻底远去,我才敢去看她离去的方向。 那一天,我和林婷婷签了一份合约。 我得到了从丽姐那里抢来的一半资产,我没有去算有多少, 但的确像林婷婷说的那样,够我下半辈子,甚至下下辈子乃至更久,都什么都不愁。 不仅如此,那间四合院,也只剩下了我和林婷婷。 就这样,一直过了五年。 这五年里,我和林婷婷没有结婚,但我们却始终保持着情人关系, 四合院我们两个也都没有搬离,就这样各玩各的,各取所需,晚上需要的时候,也不会拒绝对方的需求。 但五年里,这样的日子我却越发地觉得无趣, 又或者说是心里对丽姐的那份愧疚,让我始终无法放下心里的那道坎去享受生活。 哪怕那生活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? 我不记得这五年来做了几次关于丽姐的梦。 每一次梦里丽姐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背叛她,每一次我都不敢回答。 而每一次醒来后,我都在想,如果哪天再次见到丽姐了,我一定要告诉她,我知道我对不起她, 如果可以,我愿意把我得到的还给她。 只是,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却始终没有那个机会, 我甚至都以为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丽姐了。 却不曾想,会在这样的情况下,再次和丽姐相遇。 丽姐拿起酒杯,敬了我一杯后说,这几年,过得怎么样? 挺好的,你呢? 我问。 在同时,我目光盯着丽姐,我想看看,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 丽姐笑呵呵道,我也挺好的。 你和婷婷结婚没? 说起林婷婷的名字,她看起来很淡然,像是在说一个老朋友,就好像已经不在意我们当初做的事情。 我摇头道,没有,我们也没想过结婚。 就那么处着,没准哪天她就找到了喜欢的人了。 丽姐点了点头,然后可惜道,婷婷人挺好的,就是喜欢钻牛角尖,你们也处了这么多年了,要是也喜欢,就把握一下吧。 我笑了笑说,别说这个事了,这些年,你去了哪里? 丽姐手撑着下巴,看着我,调侃着说,怎么? 这么多年没见,还关心姐呢? 我有些尴尬,但还是说道,我一直都想找你。 但我不知道,你去了哪里? 丽姐笑了笑,挪到了我的身边说,找我做什么? 还想骗姐一次吗? 我,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好抱歉地看着丽姐。 丽姐,那件事是我的不对,如果可以,我话还没说完,丽姐却已经伸出手指,堵住了我的嘴巴,然后凑到我耳边低声道,忘了姐跟你说的。 有机会了,就一定不要放弃。 你做得挺好。 我愣了一下,丽姐却已经轻轻拉住我的手说,五年过去了,姐又老了五岁。 不过这五年来,我也有了新的收获。 你要是不介意,要不要再来骗姐一次? 我不得不承认,哪怕五年过去,丽姐依然十分地诱人,特别是她贴近我的时候,我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她那不输任何年轻女人的曲线,这也使得我再一次沦陷了。 晚上,我和丽姐来到了酒店,如同第一次相遇时,在床上、沙发上、窗户前、浴室,每一个可以享受刺激的地方都享受了一遍。 我们疯狂,我们贪婪,到后面紧紧相拥。 我想告诉她,这五年来我想她了,也想告诉她,我后悔了,但抱着她的时候,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我只能感觉到,这五年来,她似乎又变了,虽然还是那般大方,但骨子里却似乎变了。 果然,第二天一早,我还刚醒来,便看到林婷婷已经在了我的床边。 丽姐已经穿好了睡衣,坐在林婷婷跟前,和林婷婷四目相对着。 这一幕让我始料未及,但我还没说话,林婷婷便已经看着丽姐开口道,什么时候回来的? 丽姐想了一下说,前几天吧。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? 林婷婷看了我一眼说,我本来已经想和她结婚了。 丽姐笑呵呵道,你和她要结婚了,又有什么关系? 而且,你是我干女儿,你和她结婚,我也该回来啊。 林婷婷文言,神色复杂道,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丽姐站起来,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婷婷。 那是什么意思?觉得母女共是一夫,见不得光。 还是觉得,我回来,给你产生了威胁。 说着丽姐走到林婷婷跟前,轻轻抚摸着林婷婷的脸颊,道,我的傻女儿,过去的事情,都已经过去了。 我都不介意,你就不能放下吗? 你真的不介意? 林婷婷冷笑地看着丽姐,然后从包里抽出一叠纸,丢给了丽姐。 那这些是什么? 你一直都没有放弃过,你这次回来,不过也是想要抢走你觉得那些本该属于你的东西,对吗? 丽姐看着地上的资料,好一会儿才点头道, 是,我的确没有放弃过,只是,那并不重要。 我们依然可以回到五年前,我喜欢你,也喜欢她,这就足够了,不是吗? 林婷婷脸上多了几分厌恶,我嫌恶心。 你以为那时候我是真心的? 我不过是想要找机会而已。 有句老话,叫渊渊相报何时了? 也有句话叫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。 我骗了丽姐一次,所以丽姐也骗了我一次,这很公平。 一番争执后,我们回到了四合院。 丽姐坐在沙发上削着苹果。 林婷婷坐在一旁,脸色复杂。 而在客厅里,摆着我的行李。 很显然,在知道丽姐回来后, 林婷婷店也已经做了准备了。 丽姐削完苹果后递给了我, 然后又起身到厨房端了碗汤出来。 我接过汤,还是五年前的味道。 喝完后,我开始收拾行李。 五年如一梦,虽说有些怅然若失, 但对于我这样的人, 这一场梦其实已经够长了。 一直到我拿着行李走出四合院, 丽姐和林婷婷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。 他们就那么看着我, 而我也没有主动去说什么。 在这一场看似闹剧, 又看似两个女人之间的纠葛中, 我其实才是错的那个人。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, 我刚上车, 丽姐和林婷婷却同时走了出来。 他们一个把我的行李拖回了四合院, 一个将我从车上拉了下来, 一直到拉着我回到了四合院里。 他们两人才一口同声地看着我说, 让你走了吗? 我愣了一会儿才笑着说, 我以为左拥右抱的梦该醒了。 丽姐白了我一眼, 就算要醒, 母女花, 你就不喜欢吗? 林婷婷嫌弃道, 谁跟你母女花了?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,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 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, 订阅, 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